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它呢是一个可疼可惯的 那么这款约记叫什么呢 它叫摩纳哥王妃夏林 名字一定要叫全 因为你如果光叫它摩纳哥王妃的话 还有另外一款也是梅养公司的 它也是梅养公司的 还有另外一款叫摩纳哥王妃 叫格雷斯凯利 那款约记呢是一款灌木约记 那么以后再介绍 我家也有已经修剪掉了 第一波花已经被我修剪掉了 我还没来得及介绍 已经结束了第一波花 等第二波花出来再介绍 那么这个花我着重量说一下呢 你叫它夏林就不会错 叫它摩纳哥王妃有时候会搞错 然后呢就是你所能查到的中文资料里面 所有的中文资料里面它都写的是灌木 实际上它是可藤可灌的 看我这一棚在这里 包括这边这些枝条都是横拉过来的 那么我包括内院里面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直接做成像龙砂墙一样固定起来的 做成墙体应用的也不错 那么这个花的特点是什么 它就是有细出名门嘛 全是法国梅养公司的 它和龙砂宝石是同一个公司 那么也可以说是两姐妹 她是妹妹 她是后来出的 龙砂宝石会更早一点 然后她是后来出的 她就比龙砂宝石多了一个很好的优势 什么 它的复花性真的是无与伦比 就是一款这么大灌木 或者说是一款藤本 大藤本 它可以达到和一个微月差不多的程度 就我整一个夏天 这棚花是一直在的 而且我没有修剪 它整个夏天就是 只要肥水充足阳光充足 一定会连续的开花 到时候夏天我还会给大家看一下 哪怕是洛杉矶 超过40摄氏度的时候 它还是开的很好 而且是手捧花一样 一个枝条上来就是一串 它是一个风花基因 很好的一个花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颜色和龙砂宝石是略微有不同的 那么这个颜色也是一个渐变的颜色 但是它更高贵 我觉得它的颜色会 龙砂会更魅一点 它会更高贵一点 这是个人感觉 香槟红 香槟粉是一种 和夏林的 和摩纳哥王妃夏林 本人也是非常接近的一种气质 然后摩纳哥王妃夏林 本人是一个南非的白人游泳运动员 他本身身高要一米七八 然后这款月脊身 就跟他的身高是差不多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资料查不到的一点 包括国内很多网站上 你中文摩纳哥王妃夏林输进去 跳出来的图片 有很多图片 它的花其实是错误的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它错误的那个花我家有 搞错的那个图片 实际上是 叫美国的一个品种 叫极乐芬芳 Boss Prophema 极乐芬芳 那个品种和它是很像的 但是它是不能作为藤本营用的 它是纯灌木 也是比较高大的 我给大家镜头看一下 这一款月脊就是极乐芬芳 Boss Prophema 非常高 然后是不是很像 但它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家正好两款都有 我才能分辨出来 各种时期 蝉花 新开 含苞待放 然后盛花 刚刚打开的 各种状态都看一下 包括颜色 然后也是香槟色 但是它的那种小碎花边会更明显 然后它们都同时存在一个特点 跟刚才那个美国品种 它这个香槟粉 它会随着天气的转热 它会变成几乎 就包括花到老的后面 也是白色 到后面几乎纯白色了 夏天开出来 你会和这一拨花看到 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夏天几乎就当一个白色的花 就跟这两朵开老的一样 就整个夏天 整棚 花期也不错 然后行也不错 行不太受阳光猛烈的影响 波浪状的 卷发 就像夏林本人的卷发似的 然后它就是一串一串开的 它和龙砂 龙砂当然也有这个特性 但是它这个特性会更明显一点 它就一串一串开的 这个拿个铁丝勾上去 这一串就非常壮观 它的花量 它达到 可以达到一个枝条达到两米左右 龙砂比它更大一点 龙砂大概一个枝条 两米五到三米 所以它你看我这个 跟同时和龙砂墙 种在这里 边上那个就是龙砂 它的高度啊 龙砂会更高一点 作为墙体应用的时候 覆盖的面 也是龙砂会更大一点 那么它对阳光的敏感性 是非常强的 这款乐际 另外一个这个特性 你搜索不到的特性 它就是对阳光的敏感 就是你全阳 像肥虫组水虫组啊 可以连续开 但是阳光稍微差一点 哪怕是在加州 差两个小时 或者稍微有点遮挡 它的开花量都会 减少到只剩三分之一吧 会非常明显 然后我里面树砍掉以后啊 本身西面阳光差一点 树砍掉以后 今年稍微好一点啊 跟这里没这么厉害啊 但是花苞也够多 可能也差不多了 但是去年那个时候 那个里面那个啊 就很丑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哈喽 然后来到我们家这个西院 这一颗柱子 就是夏林拿来产烙的 然后请忽视这个啊 这个是它的那个 跟阶的品种 修医博士 我会把它处理掉的 然后它必须处理掉 不处理掉以后 它长到五米 会慢慢慢慢侵蚀 整个夏林的营养 夏林会萎缩掉的 这一波结束就减 然后这个修医博士 它不是四季开花的 就春天这一波猛 后面就长身体了 所以夏林就长不过它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款月季 我种在西面以后啊 这里有三棵椰子树 虽然说椰子树 本身就那种punch啊 本身叶子就是比较松散嘛 然后遮阳没有那么严重的 一般的其他品种呢 都还好 但是对夏林来说非常明显 今年我砍掉以后 这里就几乎是全洋了 但是现在的开花量 就也不比南面差了啊 然后这个我以前 还做过一个棒棒糖应用的 然后我想到这个 布置墙体应用的方法之后 我又把它改成墙 像龙沙墙一样了 然后这一串看 这一串就是一串手捧花 全部开出来可不得了 如果剪下来插花瓶的话 这一支就够插了 然后等它开完吧 我不想现在去折腾它 开完之后 我会把这些躺在外面的枝条 全部都会压进去的 所以它呢是一个可疼可惯 就是惯性也很强的 没像那种正宗藤本啊 直立性也比较好的 然后顶端优势也比较明显的那种 很尴尬 你是藤本应用也好 也能行 灌木应用呢 也行那种 看这个横拉的枝条 完全拉下来了 它的那个开花 也是这么一串一小串 就分成这种一小串一小串的 所以它作为一个强体应用也行 或者作为一个烙柱子也行 作为灌木养也行 作为灌木养就是要经常修行修剪 作为藤本养就是花后剪花就行了 不修剪也没事 但这一串又是很多 就是一个枝头 这个是夏令 它就是从这个枝头上面上 对 在这里我已经两个品种交缠在一起了 反正再处理吧 工作量还很大 往这边推 然后它和龙沙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像两姐妹一样 一个更性感 一个更 更怎么说 更高贵一点 两姐妹 都是每样公司的优秀品种 这个就是龙沙 然后这个已经开花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波斯波比马 极乐芬芳 中文叫 这样子大家就大致有个了解了吧 这几款很接近的月季 然后这个品种是我当成 就是我没买到龙沙宝石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确定在美国能不能买到 我刚移民过来的时候 我就买了它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 然后又是个藤本 买的时候它就标藤本的 因为标什么 当时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品种叫 大花登山者 然后我英文好一点了 我才知道 原来登山者就是攀爬玫瑰的意思 就是藤本月季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一个大花藤本月季 实际上标注就是 然后我整一个标签里外里全部翻译了一遍 没有花名 因为这个是我在一个综合性苗圃买的 不是玫瑰专业苗圃 就卖多漏也卖 什么也卖的那种苗圃 它直接就没有写名字 然后最终被我对比出来了 那么来到这个里面 看了这个我里面的状态 包括地上一些花 可能很多细心的观众都发现了 地上那些是我今年新种的奥斯丁的品种 以后再慢慢介绍 先订阅一下 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这样 我在花团景处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在拍摄 覆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